烧水壶外壳带180多幅 很危险啊 接近220了 还有洗澡的热水器 看一下 你看看 150多幅 140多幅 这个有点狠 对啊 这个有点狠了 热水器外壳带150多幅有点狠了 最开始我是怎么感觉到的 我拿湿布在这上面擦 然后手碰到这被垫一下 碰到这个螺丝就被垫 嗯 还少见到100多幅的 一开始没有这么高 670幅 190多幅 这跟火线差不多电源了 啊 几乎一220 地线呢 这地线就在这儿了 这个我也错了 跟那个一百 一百多 嗯 地线一百多 地线一百多 火线一百多不正常 对应该是什么地方拉接了才电压了 应该是接地了 嗯 我拉一下电闸行吗 把你家电闸拉一下 那个是冬条 那个是冬条 冬拉了以后 这是 冬拉了以后又没了 嗯 冬拉了以后又没了 冬拉了以后又没了 嗯 那我把这一路查 是房间的 这一路没有 这一路 会不会差一些 差一些 这个是什么呀 也就是这一路送上一户 它就不正常了 对 就是不送这一路 二百一户 都拉下来应该是 应该是二百二差不多 嗯 这一路最严重的 啊 送上就一百多封 嗯 这一路是不是有问题 漏电保护器也好使啊 难道说地线没接地 漏保它就不跳吗 地线不接地 设备外壳 有接地的 也应该会跳漏保啊 对吧 那这个漏保有问题吗 我先测一下 灵火之间的电压 电压 确实低 你们家电压确实低 二百二都不到 嗯 火线与地线没有电压 嗯 火线与地线没有电压 那就是电压是一个水平的 零线与地线倒是有 有一百八十伏左右 一百八十伏左右 嗯 我拉了啊 啊 拉了以后有了 那就是漏电的 那是漏电的 那他为什么不跳呢 那就是漏电的 地线因为没接地 所以线倒不出去 接错线了吗 看一下 送上电以后 零线与地线 有电压 一百八十多伏 火线与地线 没有电压 在总达这个位置测也一样 测火线与地线 它就是没有电压 也就是说 这一路线有问题 是不是火线漏电呢 还是接错线了 可以测一下漏不漏电 测 零线与地 表明摆动的一半 测则流火线与地 摆动的比零线严重 基本上可以判断是接错线了 这种现象 是不是接错线了呢 看一下 这一路没问题啊 这一路是有问题的 这一路有问题 先把这一路接上 这一路不接 这一路有问题 先把这一路给你接上 这一路火线与地线是通的 火线与地线是有问题的 应该是 我感觉是火线和地线之间 接了一个电器 也就是它有一路线是接了地线 它该接零线 结果它接了地线 这一路线没接 这一路线有问题 我测一下 零线与地线之间 看表明摆动的位置 记住这个位置 接近中间的位置 火线与地线 记住这个位置 送一下电 我把两个电器拔了吧 现在好 现在要是不接这路线 这个地线没有电压 就是接混了 接混了 我把电都送上 你看哪一个屋没有电 是不是啊 你现在看看连电还有多少火 现在是会正常的 现在它这个感应电是会正常的 我说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是因为在没接地的情况下 接地不好的情况下 地线带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现在这种感应电是正常的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你没有地线 没有地线 没有地线 地线 还是可以 还可以 但是还得做接地 不做接地的话 还有时候会麻手 接错线了 走吧 走这一路线是干啥的 现在这两个线之间是有电阻的 是因为它插着电器 线不通电 但是有感应电 我现在把两个线 短接在一起 就是碰在一起 碰在一起 它的电阻应该是零 然后我挨个去测量没有电的插座 用乘一挡来测量 首先来确定这个插座是没有电的 直接测量零火插 零火插在那头是短接的 它应该电阻为零 先把万一表调零 不调零的情况下 测的可能不正常 直接测零火插之间 表征应该是一百刀头 这个是正常的 这个插座没问题 一个插座一个插座的室 您像这种冰箱还没有拔掉 要拔掉插头 最后房主说还有个洗衣机 最近刚换插了位置 还没开始用 拔掉洗衣机的插头 注意看我测量 洗衣机零火插头 这个表征摆动的位置 您想到了什么呢 刚才的配电箱也是这个位置 再测插座 不得及是空间太小了 插不清表笔 找一个插牌 把这个插头插上 这样直接在插牌这个位置测量就可以了 方便 直接测量零火插 表征没摆动 然后拿出一支表笔 测D插 看表征 表征 摆动到零 证明这个插座是有问题的 测其他的插座 都是正常的 都是正常的 我把这个插座打开 看一下 是不是接着线了 零 D接反了 就是零线接地线了 D线接零线了 它这个应该是左零右火 中间是D线 这样接就对了 把线倒过来以后 再测量就正常了 这样把电路恢复 把电送上 它这个主线进来就两根线 没有D线 它所有的分路和插座都有D线 但是没有主D线不行啊 老楼老房的电路改造过的 没有D线 没有 都没有主D线上来 不接主D线 D线上就带一个30多伏的感应电 这个感应电可以用D线放掉的 现在测量火线电压正常 走了一圈没找到D线 在上面有个接地体 看一下 如果要从这个接地体接的话 方不方便 打开这个窗 能看到吗 不方便 这个扁铁是接地的 但是不太方便 不安全 主要是够不着啊 怎么办呢 这有暖气管道 我又想到了暖气管道 D线只能接这个暖气管道上了 我个人觉得这是安全的 因为我认为暖气管道是一个很好的接地体 可以把感应电都放入大地 要不然家里没地线 老挨电 对吧 地线随一管 穿进去 主地线接进来以后 再测一下 地线是不带电的 这也就是说它的接地很好 零线 不带电 看一下火线 正常 就是电压有点低 再测油烟机 外壳 外壳 零辅 热水汽水管 零辅 好了 维修完成 感谢您的观看 请多多指点